有一些就是明傳大學來的 就是海星班的同學 那他們也都是來自別的國家 來到台灣來學習 那今天的課剛好畢 讓他們也看到台灣的美好理念 那我們今天的講師賴社珍賴老師 她是從基層做起 她在觀光局 從最基層的員工一直做到局長 她也算是一個傑出的女性 她的一個外號叫做光光的媽祖寶 就是對於台灣的光光產業 是有很多的一個貢獻 那她也有非常有多的一個經驗 可以跟我們做一些交流跟分享 她在六年前離開了光光局退休 可是她並沒有真正的退休 她還是在台灣的一個光光的一個生態中 一直在奉獻自己的心力 她擔任過光光協會的會長 那也擔任過華廚的一個空廚的董事長 那現在是我們的台灣旅遊交流協會的理事長 那她今天跟我們講的題目就是 她的一個本行跟她的專業 就是讓世界看到台灣的好 那我們就先簡單介紹到這邊 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賴老師 我們用掌聲歡迎你們 王菊安 起來 張主任 各位朋友 還有各位同學 大家好 真的是很榮幸有機會到 華古山的人文基金會 到這邊來分享讓世界看見臺灣的好 我也誤過張主任說今天來聽的人 到底是什麼樣的聽眾 他跟我講說應該很多都是1940、1950年代 就是我們臺灣講的四、五年級生 然後還有很多是來自這個應該是馬來西亞吧 有越南的嗎 沒有 都是馬來西亞嗎 印尼 對 就讓我們今天的這個演講 更有國際的聽眾這個非常感謝 那我剛剛講的就說我是這個四年級生 就可能這個我們海青班的同學 就是我們1940年代 我們臺灣人就稱作四年級生 那1950年代就稱作五年級生 四、五年級生 這個盡量讓自己顯得年輕一點 那其實我們生長的那個年代 是臺灣的經濟還沒起飛的年代 所以那個年代相對來講 我們的這個物質條件各方面都是 相對來講我們經濟的發展是比較過後的 那但是我們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心中都有一個願望 就是希望 努力 力爭上游 有一天可以出人逃避 有一天可以為社會 為國家做一點事情 我們那個年代就是非常單純的年代 我到現在還印象非常清楚的記得 我想今天在座我們海青班的同學 應該都知道臺灣是棒球的王國 但是很可能不知道說 為什麼臺灣的棒球運動就這樣興盛起來 好 那我還記得當日 我們臺灣不是家家戶戶有電視的年代 但是因為有一隻在臺東鹽坪鄉 一個原住民部落的小朋友 那當時 我當時印象中就是說 他們是生活條件非常的困苦 那事實上也沒有好的球套 也沒有很好的設備 所以當時曾經報紙 後來我聽說那個是有一點言過其實 就是說拿樹枝當球棒 拿石頭當棒球 這樣子這個紅葉哨棒隊是這樣打出來的 然後當時他以欺比打敗了在日本 所向無敵的日本哨棒隊 就一炮而紅 後來就這個台東鹽坪鄉 就組織了一支叫金融哨棒隊 就到那個美國的魏里托特 我印象中非常清楚的記得 就是那時候打棒球的時間剛好都是 因為時差的關係都是臺灣的棒 半夜 那我們家也沒有電視 但是我們一定跑到有電視的家裡 去觀賞這個他們打棒球的結果 只要是他們打敬意球 哇 歡聲雷動 就是那種心情 就是因為我們臺灣小 但是我們希望臺灣的好 臺灣的強可以在世界發光 就是那種心情 那我這個到現在還印象非常記得 就是他們打棒球的地方叫做威廉波特 可能那時候都還不知道紐約這個城市 但是唯一知道的就是有威廉波特這個城市 但是也因為這樣的一個 一個燒棒的一個運動 變成是全臺灣人共同的一個 為他們共同打拚的一個 為他們共同加油的一個力量 所以臺灣後來就變成一個棒球的王國 那我講這一段就是說 其實我們幾乎每一個人可能都有一個夢想 就是希望我們生活的這個環境 我們生活的國家會更好 那我這個大學畢業以後 我就進到這個公安局服務 那我就有機會 我的第一個出國的地方 就是去馬來西亞在檳城參加一個研討會 但是我們因為當時講臺灣 我們都不能講自己是臺灣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說 為什麼你要去講 所以那種心情 那種心情就是很希望說 臺灣真的有一天是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臺灣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臺灣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臺灣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地區 那這個我後來就到了這個觀光局以後 那我的我大學畢業 我學氣館 那我第一份報告就 我的長官就叫我去 台灣要如何發展 台灣要如何發展觀光之道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題目 就跟現在有時候老師交給你們題目一樣 就是讓你們去找資料 然後我就要寫文章 那剛開始進去對觀光也不了解 所以我就要去找看很多的書 找很多的資料 但是當我看到這一個觀光 就是觀光是沒有煙囪的工業 觀光是沒有會議的外交 觀光是沒有口號的政治 觀光是沒有教室的教育 觀光是沒有文字的宣傳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非常的感動 就是意思就是說我從事這個工作 其實我可以替這個社會 替這個國家做很多的事情 雖然我只是一個很小的一個辦事院 那這一段話是我們台灣第一個 這個第一個的政府組織 在交通部觀光局還沒成立以前 他是台灣省旅遊事業管理局 這個蔣元如先生他今年已經97歲 他還健在 這個腦筋思慮還非常的好 他是以前幫蔣經國先生寫他的文檔 他的文筆非常好 我不知道在座跟我一樣 也差不多年紀的比我年輕的 就是以前我們學校的這個大禮堂 都會有時代創造青年 青年創造時代 這個這一句話就是講給魯先生寫的 那他為什麼會有感而發寫這個東西 是因為觀光其實就是吃喝玩樂 我們以前有一個同仁 我們有一個長官他很有學問 他在做國際宣傳推廣工作 他就調侃自己說自己寫隊員 他說關些什麼無非風花學 不是他是關些什麼無非風花學樂 光臨何事不外適合玩樂 橫批還是這個 不是不是這一個 不是這一個我講錯了 就是這個蔣約人先生為什麼寫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 以前他幫經國先生寫很多的東西 那後來他去接這個旅遊局局長的時候 這個蔣經國先生就跟人家講說 為什麼這個蔣明武要來接這樣的一個旅遊局局長 他說這個他怎麼那麼愛當官 意思就是說那個年代很多人對觀光旅遊 這一份工作還不是很清楚 然後他的一個朋友也寫了 他就任這個旅遊局局長的時候 他的一個朋友也寫了一份隊友送給他 這一份對聯寫的是關些什麼 無非風花學樂 光臨何事 不外適合玩樂 橫批是不成格局 所以他就非才有感而發就覺得說 很多人不瞭解這個觀光旅遊的重要性 所以他就一連在中央日報的社論 寫了五篇的社論 講觀光是沒有煙囪的工業 也就是說觀光可以帶動經濟的發展 但是他沒有汙染 事實上觀光也會有汙染 但是不是那種空氣的汙染 或者是工業廢水的汙染 他當然也會有一些汙染 所謂的他不是汙染 他是比方說人數眾多 大家不遵守規矩去破壞環境 但是他講觀光是沒有煙囪的工業 觀光是沒有會議的外交 那當年我們政治外交都非常忽略 所以看到這個的時候都心裡非常有感觸 然後是沒有口號的政治 是沒有教室的教育 是沒有文字的宣傳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造成我 日後在這個工作崗位上 雖然我做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我一直覺得說 我做的這一份工作是有意義的工作 我很願意很努力的去把它做好 好 謝謝 那我想這個先讓大家就是說 如果我們希望大家來認識台灣的好 那台灣到底好在哪裡 那如果我們從這個地理環境來看 這個台灣很多人都很難理解 台灣只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但是我們超過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峰 就超過250座 所以是全世界高山密度最高的島嶺之一 那我們的這個河川河流也非常的豐沛 我們的水量也豐沛 那另外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面 在自然環境上面 有一個讓台灣這個生態 這個生態環境非常豐富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北迴歸線 經過23.5度的北迴歸線穿過了這個嘉義 所以台灣有溫帶 亞熱帶 熱帶的這種生態系跟豐富的海洋資源 所以我們有高山 有島嶺 有森林 有丘陵 有平原 有瀑布 所以還有我們的峽谷 泰魯閣峽谷 花東縱谷 所以我們的地形地貌非常的多變化 這個是老天爺給我們的財富 那台灣的海 尤其是太平洋 我知道馬來西亞 印尼都是海灘都非常有名 但是我印象中最深刻記得 就是我們幾年前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 那很多大陸人士生長在內陸 所以他們幾乎很少看到海 所以第一次到台灣 看到我們的太平洋的時候 他們說你們台灣是好大 怎麼有這麼大的一個湖泊 這個因為他們沒有看過海 然後他們覺得台灣的海真的是非常的 顏色非常的讚 非常的漂亮 那另外我們的山 我講說我們超過3000公尺以上的山 有269座 那為什麼台灣的山 我們知道歐洲 歐洲也有這個鐵意識山 歐洲也有很多高山 但是我們的台灣的山 為什麼這麼的迷人 是因為這個我們是在尾度比較高的地方 那這個歐洲的山 它只有溫帶跟寒帶兩樣的景觀 但是台灣的高山是可以從亞熱帶 熱帶 溫帶到寒帶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個阿里山森林鐵路 是全世界三大高山鐵路之一 那為什麼阿里山森林鐵路 會這麼的有名 是因為你從嘉義做起 從嘉義的北門車站做起 你沿路可以看到 熱帶 亞熱帶 溫帶 寒帶 不同的影響 然後另外就是說 它克服這個地形上的限制 有知識形的一個設計 它必須要後退 然後再往前拉 這樣的一個設計是全世界沒有的 所以這個是台灣很寶貴的地方 那我在觀光局的時候 這幾年我們這個觀光單位 也在推這個登山進行 最主要就是說它的生態 它的影響是在全世界來講 是非常的豐富 再加上我們的高山 分埔有很多的原住民 所以又可以沿途欣賞到原住民的文化 所以我們是自然間際人文之美 然後我們 我不知道 因為今天在座很多都是一年級生是不是 對 有去過台灣旅遊了嗎 可以認得出來哪幾個地方嗎 這一個 這可能 我們有人知道這裡是哪裡嗎 這一個 就在台北近郊附近 不是 它很像冰淇淋對不對 它在我們就是瑞芳在過去的藍雅極岩畫室 就是在我們東北角這個國家風景區的範圍 然後這個也有女王頭 應該也是很有名 然後下面這個 這是墾丁的船翻石 墾丁的船翻石 然後 那是船翻石還是你那是船翻石的 然後那個是台南的那個惡地形的樂世界 最近剛完成一個登山的一個 剛完成一個步道 那個地質景觀非常的不一樣 那我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說 在這個藍雅極岩畫室 再過去一點點 有一個龍洞彎甲 我必須要跟我們在座的 有沒有人去過那個地方 龍洞彎甲 你知道之後那邊有什麼特色 龍洞彎甲舞蹈 幾十年前 就是他是一個 就是鼻頭腳在過去龍洞彎甲 那個有一次我碰到一個 台大地理系的教授 他說那個彎甲是有台灣的三個第一 他就是在這個2500萬年前的照山運動 台灣第一個扶起來的店 然後那邊是攀岩最好的地方 龍洞彎甲步道 你可能講的是龍洞彎甲步道 龍洞彎甲步道是靠近海邊的 他是觀賞地質景觀的 然後是另外一個龍洞彎甲 在那個溪陵岩市 那個停車場那邊走過去 他是全台灣彎甲密服最高 然後是第一個扶起來的地方 也是地質最堅密的地方 我常常帶很多人去那個地方 這個景觀非常的特別 他也是有一個鐵人挑戰賽 是攀岩的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曾經有一個外國人 也是因為去參加這個類似鐵人三項的比賽 就愛上了那個地方 在那邊住了半年 那那個地方是 就是台灣是有世界級的地質景觀 但是很可惜 因為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去申請 UNISCO的地質公民的認證 但是我覺得能不能申請那個認證 其實那個是政治的因素 但是就我們來講 不管怎樣 我們是自己要朝著那個目標去邁進 所以在這個也有跟這個藍牙企業 或者這個地方是風光局下面有兩個 國家風險區管理處在團裡 所以他們也跟地質單位 跟這個地質研究單位合作 就是朝著哪一天情勢允許的時候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也可以去申請世界地質公園 其實台灣的這種地質景觀 除了我這裡面寫的以外 還有澎湖的統盤玄武園 那個也是非常壯觀 所以從統盤玄武園 到這個野柳的女王頭 一直到東北角 從野柳一直延伸到這個 延伸到東北角的 包括基隆的和平島 其實整個來講 我覺得我們如果只要努力 我們在一些比方說社區營造 因為要申請世界地質公園 也輪起的要件 就是包括居民 市值認同這個東西是很珍貴的 願意來保護他 所以他就必須要去做很多教育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我就跟管理處的同仁講說 我們雖然因為政治的因素 目前沒有辦法申請 但是我們應該朝著那個目標去努力 把這個世界級的地質景觀可以保護 然後又可以去做永續的一個發展 然後讓社區基隆愛這塊土地 愛這一個土地來保護這些資源 好 下面 然後我們的溫泉 這個馬來西亞我有一次去禮沙巴 這個裡面那邊也有溫泉 但是溫泉資源相對比較少 所以我那一次去的時候是夏天 即使是夏天 但是因為溫泉資源很少 所以人非常的多 幾乎像夏小水餃這樣子 那臺灣的溫泉資源相對來講我們就比較多 我們現在臺灣大概有128處的這個溫泉 那你們臺北市最近的最有名的就是北投 然後宜蘭的礁溪 所以我們還有冷泉 還有下一張 我們還有這個綠島的海底溫泉 那我查了資料 這個綠島是在我們臺東的那一邊的旅島 這個有一首歌很有名 就是綠島小夜起 希望你們在臺灣都可以練習這一首歌 回去以後就可以唱了 綠島小夜起 那這邊的海底溫泉 全世界 我看資料 我們當時宣傳都說全世界只有三處的海洋 海底溫泉 一個是在義大利的西西地島 一個是在日本的泉州 另外一個就是台東地島的這個海底溫泉 在這個地方泡溫泉 看臺灣的這個雖然小 但是因為我們有這種熱帶雅熱帶 這種溫帶寒帶 所以我們的這個動物跟植物的生態的多樣性 是非常強的 我們總共有超過15萬種的物種 然後有四分之一是人生種 所謂四分之一是人生種 就是只有在臺灣有的 然後我們馬來西亞的蝴蝶也很多 這個 但是我們以單位面積來講 我們的蝴蝶密度是全世界第一名 那我們以單位面積來講 我們鳥類的密度是全世界第二名 全世界第二名 那我要特別跟大家介紹 那個萬光文貴 這個是我們臺灣的國寶魚 它為什麼是我們臺灣的國寶魚 就是在 在一萬五千年前 就是整個世界還在冰河時期的末期 然後因為臺灣的這個例行隆起 所以這些魚呢 屬於冰河時期的這個在大海裡面的魚 就沒有辦法回到大海 就留在這個臺灣中部的 骨魚農場的漆家灣西 那因為那個環境非常適合它生活 它那邊是比較能的 所以這個他們就是非常珍貴 這個在整個全世界的這個生態保育來講 算是奇蹟 那我們這幾年呢 這個林務局的這個櫻花溝吻堆的保育中心 他們成功的富裕的這些櫻花溝吻堆 就是富裕成功又把它放流到漆家灣西 所以你都可以看到這個郭寶魚 那另外呢 我們最近很流行 世大運用黑熊做吉祥物 工花局也是用紅熊做吉祥物 那我們那個紙斑碟 我要特別講一下紙斑碟 那每一年現在公好清明節要來的 那我們臺灣在生態保育這幾年做得非常好的 就是這個紙斑碟原來是在臺灣的屏東的貿易 那個他們在那邊嬉習過冬 然後經過過冬以後就會有幾百萬支的紙斑碟 是從屏東一路飛飛飛 飛到北部來 那他會經過這個在雲嶺那個路段 他會經過高速公路 所以過去紙斑碟遷徙北移的時候 他這個紙斑碟因為經過高速公路 車子又很快 蝴蝶又很脆弱 所以就很多蝴蝶在飛越這個高速公路的時候 就死亡 所以這個紙斑碟的這個保育協會 就找我們的公務單位就去商討 是不是在那一個紙斑碟遷徙的時間 我們把高速公路的車道讓出來變成跌道 讓紙斑碟可以安全的揮過去 另外做保護防護牆做得比較高 那紙斑碟就必須要努力飛得高 才不會被那個防護牆擋到 所以因為他飛得高就不會被車子撞到 我記得這個幾年前 這個大陸的安利就是直銷的安利 他們的這個參訪團就是郵輪參訪到台灣 那一團因為都是什麼鑽石級的這個Sales 所以他們穿戴都非常的出手也非常大方 那我去參加他們的歡迎會 我沒有說很多 當然是說歡迎的話 但是我讓他們知道就是說 台灣這幾年我們其實有這麼一個故事 就是說我們因為剛好那時候剛好是青年節 我就講台灣 然後講到說 我們台灣還有一樣我們對生命的尊重 我們對生命的尊重 所以那些安利在那一次的這個 我的次歡迎詞裡面 也讓他們留下深刻的意向 就是說其實台灣還是這個有人道的精神 我們在生態保育這個部分 其實做得不錯的 所以然後這個賞金屯的活動 不曉得有沒有人去賞過金屯 還沒 以後可以去賞金屯 只要搭到那個東北角 在那個大溪就可以搭 那過去的這個 那個我們另外在觀光的活動裡面 也有一個賞金屯 那像過去這個台灣的漁民 因為要養家母口 所以是補海豚 是賣海豚肉的 那後來因為發展光光以後 這個海豚肉不是你值錢 但是你載一個客人就是800塊台幣 所以變成他們開始保護金屯 因為你把他殺掉了以後 客人看不到 你就懶不到勝利 所以這個發展光光是也可以達到 生態保育的一個目的 就看你怎麼做 看一下 然後這個是黑面皮露 全世界這個是拼臨絕種的拼尾的動物 全世界只有3900隻 但是有56%是棲息在台灣 那最多的是在那個在台南的七國 是台江國家公園裡面 那目前領域局的統計 有1500隻是在這個台南 那整個台灣來講 佔世界有56%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對生態的一個注重跟保育 那另外這個黑嘴端鳳頭院 是在我們另外一個離島 馬祖 這個也是他們講是神法之名 就全世界沒有信息之 但在馬祖可以看得到 大概5月的時候 這個搭小船那個可以看到成群的 這個鳳頭燕鷗 但是黑嘴端的數量是比較少的 這個他們叫做神話之鳥 所以台灣的這個生態系是非常豐富的 好 下一個 那我們也有產業的觀光 我們把一些 現在因為台灣的鹽幾乎都是進口的 但是以前台灣是自己生產鹽 所以我們把這個現在不再生產鹽 但是我們把它轉型 變成是觀光的一個產業 讓遊客來體驗 這個海水進來以後 那個鹽怎麼樣去把它製成鹽 然後讓遊客下去挑鹽 體驗當年這個做鹽田的人的辛苦 然後引脈各式各樣的鹽 然後吃 我想我們各位同學應該對台灣的吃 應該覺得還不錯吧 那個CNN Travel頻道 他們有做了一個調查在201年 這個他們認為全世界好吃的小吃 台灣產品是第一名 還有我們有這個原住民的文化 我們有傳統的民俗節慶 還有我們故宮是全世界知名的 這個非常有名的博物館之一 這個幾乎所有的大陸的客人來 因為北京的故宮的所有的寶物 幾乎都是我們保存在 我們台北的這個故宮 所以很多大陸客人 包括日本 韓國 歐美的客人 是到台灣來一定必有的一個店 所以這個是我們非常珍貴的 文化的一個資產 然後現在很多的遊客去平溪放天燈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活動 好 下一個 然後我們有很多有特色的小鎮 這一張全部是九份 就是電影的悲情城市裡面的一個 很著名的一個拍攝的一個景點 現在也是幾乎所有公文客都一定會來的一個地方 那除了九份以外 其實我們北部的淡水 苗栗的南霜 新竹的北埔 彰化的鹿港 這個雲嶺的北港 屏東的墾丁 恆春 其實這些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小鎮 好 那講了那麼多 你們一定會覺得說 你們有這些風景 我們馬來西亞也有 我們印尼也有 我們的山也不輸你們 對不對 我們的海也不輸你們 我們怎麼樣讓台灣的 讓台灣可以更好 所以 好 下一個 所以 也就是說在這一張是 我在接觀光局局長的時候 有一次到行政院院會去做的一個簡報 但是我把它更新了 那當時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是我剛接沒多久 那因為我是從基層上來 又是第一個女性的局長 所以當時長官就想說 看看你有什麼能耐 你到底要怎麼樣來發展台灣的光光 那我們光光局有幾個任務 就是說我們風景區的開發 規劃管理 然後我們有行業的管理 就是旅行業旅館導遊領隊的訓練 那我們要有駐外單位 我們要負責國際宣傳推廣 那我們以前就講風景區的開發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東西 其實是大家會聽的會想睡覺 就是說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那我那時候我記得是一個禮拜天 我找同仁來加班 我就說出我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希望台灣變成什麼樣子 是不是我們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願望 我們希望台灣越來越能力 我們希望台灣越來越有特色 這個是產品的包裝 通路 那我們是不是希望台灣更便利 就是讓很多人來都很方便 包括我們自己去旅遊都很方便 那我們是不是要讓每一個人到台灣來 包括我們自己人在台灣 都覺得台灣提供的服務是精緻的 是讓我滿意的 所以我想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這些的希望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來達成這個希望 所以我改變了這個簡報的方式 我直接講 我希望怎麼樣把台灣變美 我希望怎麼樣把台灣變得更有特色 我希望把台灣變成一個是 就是歡迎觀光客的一個友善的環境 我希望把台灣變得更有品質 然後我希望把台灣推銷出去 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台灣 都喜歡台灣 來了以後還會想再來 所以這個是就是我們作為每一個人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個人 如果來坐我這個位置 我想跟我的想法也會是一樣的 所以我用比較通俗的一般人的想法 來講我要做的這件事情 所以在那個簡報之後 就引發了很多人的討論 因為它讓每一個人覺得 這件事情是跟我有關係的 所以我願意來表達我的意見 所以那時候媒體有報導說 行政院的院會從來沒有討論過 這麼熱烈過 因為台灣是我們的家鄉 每一個人都希望它更好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靠著幾個計畫 就是我們有年度計畫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一個觀光拔尖領航方案 就是說所謂拔尖就是我們怎麼樣去凸顯 台灣好的地方叫做拔尖 怎麼樣可以來領台灣的觀光產業 可以在全世界裡面可以出人頭地 所以這個叫拔尖領航方案 然後我們也 它現在觀光局就到2020年 他們有推出來一個Tourism 2020 就是他們對2020年要拿到的一個構想 那我那時候怎麼來做 就是說我希望我們生活在這一片土地的人 很多人包括我們做旅行業的人 常常會跟我講說 我去這個美國多少次 我去歐洲多少次 那我從來沒去過澎湖 我從來沒去過花蓮 那我心裡想說 如果我們自己人都不在自己的地方旅遊的話 我們怎麼樣叫別人來 還有呢 如果說我們每一個人 都能夠多認識自己家鄉一點 你就可以為台灣的觀光盡你一份力 也就是說你有朋友 你出國旅遊的時候 你也可以談你的家鄉 你可以邀請別人來 說你也可以到我的家鄉來玩 我的家鄉有多好 所以我那時候就從這個裡面開始 所以我第一年接觀光局局長的第一年 我辦旅行台灣說自己的故事 我希望我設計很多的明信片 我也找了像蔣勳 有透過台灣台灣基金會這些 去找一些名人來帶路 就是帶大家來了解 認識我們自己的家鄉 我第一年我辦旅行台灣說自己的故事 我第二年配合我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 就講運行台灣感動一百年 我們希望去找出台灣讓人家感動的元素 十個元素 每一個元素做十條路線 有百大感動的你的路線 我們就開始推 然後到我找了一個國際 我們公安局找了一個很知名的這個 Logo的設計一個公司 然後開始就是探佛台灣這樣的一個節奏 一直到現在 那我想說我想拿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當時在想台灣怎樣變得更努力 其實我們不是講說台灣要做很多的建設 說實在話過去台灣有一些地方 其實做了太多的建設 其實是要減量的 就好像我們一個女人 如果太濃妝艷蒙的話 也一件的好看就是要試過 我印象中非常清楚的記得 921地震的時候 我請了這個當時我們辦一個研討會 那我請了這個夏威夷大學油管理學院的院長 在研討會完以後 我們一起去關心日月潭 去到日月潭去關心災後的日月潭 結果他跟我講一句話 讓我到現在印象來非常的深刻 在921以前的日月潭其實的建設 其實很多是蓋太多 尤其是湖邊蓋太多 其實在外觀都不是漂亮的 所以921地震以後 我們正化很多的建築物 當然覺得非常的可惜 非常的這個 非常的哀痛 就是說 但是這個院長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你們正化的還不夠多 意思就是說有一些還是有一些的建築物 它其實是 它是那種跟日月潭的湖邊比起來 還是格格不入 還是很醜的 所以那些東西其實要改善的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在921地震以後 公關局有13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那921地震以後 我們就這個行政院就要公關局去接這個 把資源潭變成是國家局的國家風景 本來是南投縣政府管 後來就歸給國家風景區文管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待一件事情 其實危機也是轉機 就看你們怎麼做 去創造它另外一個機會 它如果不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大破壞 它就一直 日月潭可能還是那個樣子 就是因為有了這一場地震以後 讓大家去看到它的問題 也希望怎麼樣能夠輔導它 所以我們公關局剛開始去接這個 日月潭的時候 我不知道可能他們是不清楚 那日月潭這個 曾經發生過這個日月潭船難之後 就有一條船翻覆以後 日月潭就曾經沒落 然後再加上港湖公路開封以後 很多人也不坐船 就是遊覽車繞一圈就走了 因為覺得沒什麼好玩 所以我們接了這個日月潭以後 我們就希望遊客怎麼樣把遊客留下來 怎麼樣把遊客留下來 那我們第一個做的 就是黃湖公路的那些樹木之災 我們把它輸入 讓客人坐在車上 可以看到湖光三色 這是第一步 第二個我們要讓客人可以在湖邊 可以動油 坐床 動油 留下來 所以我們開始做步道 我們開始 下一張 我們開始做步道 下一張 我們開始做步道 而且每一條步道是接著飯店 如果我們要從一個遊客的立場 我今天住在飯店 我晚上做什麼事 就是好山好水好無聊 晚上要做什麼事 就是要有事情給他們做 這個早上呢 現在飯店有一些飯店呢 他會帶遊客去認識植物 還有去認識鳥類 早上的鳥類很多 那這個就讓遊客有動機 可以留下來的旁邊 然後坐自行車道 也就是說你除了走路以外 你可以走自行車 然後現在這個交通貨也推動就是 你的單車可以放在巴士上面 所以都是低底盤的巴士 那我們現在的台灣好行 也是有這個 可以從高鐵車站 就直接到日月潭 然後你可以搭配買船票 就是可以套票的方式 讓客人覺得很方便 抱歉一張 然後我們這個房子有整件 那我印象中最記得就是 日月潭剛接尾多久 然後整個警官 那時候因為快要開放大陸人士 來台官方了 那因為日月潭很多的這個房子 都是民間的房子 那但是外觀又不好看 那怎麼辦呢 我們管理處就說 我們就在房子的旁邊 用這個竹子去把它遮一遮擋一擋 那有一年我去的時候發現 這個當地的居民都拿來 用來曬棉被 用來曬棉被 然後但是當遊客來了以後 慢慢的有商機了 他們就了解到說環境要美麗 他竟要整齊 客人才會 客人來了以後才會再 所以現在你再去日月潭看 那些亂象幾乎是已經沒有了 好 下一個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一個努力 這個日月潭的這個 跟大家推薦 你們一定要去騎的 這個是全世界票選十大最美的自行車道之一 也是唯一亞洲入選的 這一個自行車道是很跨水面 然後日月潭的這個景色是 它會有煙霧 就是早上黃昏晴天雨天的景觀是不一樣的 所以一定要住下來 好 下一個 然後這個我剛剛講的是日月潭的那個範例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也透過地方政府 像我們一個舉一個例子 就是在台北市周邊 其實九份 如果大家去過九份 會覺得遊客是太多了 非常的擁擠 對不對 那我們就在想說 那怎麼樣讓九份的遊客可以疏散 所以我們就補助了這個新北市政府 現在新北市政府 我們就做一個水晶酒的計畫 那這個計畫很可惜 本來是要從這個金瓜石那邊 要拉纜車 拉到那個水籃洞 如果各位想像那個 一部分是拉纜車 一部分是坐蹦蹦車 因為水籃洞那邊有一個理樂鏈筒場 它以前是用蹦蹦車 然後再搭配老車 老車就可以看到九份金瓜石那邊 非常漂亮的這個山谷 那很可惜就是那個水籃洞的 那個理樂鏈筒場 因為當年它是鏈筒 所以它的土壤造成汙染 所以那個蹦蹦車就沒辦法做 所以後來就做了這個水籃洞 我們就改善了這個 是變成就是去改善水籃洞 然後變成是眺望十三層椅子 跟陰陽海的一個觀景的平台 另外我們這個金瓜石的部分 我們就希望遊客可以有一部分可以到金瓜石 不要全部集中在九份 所以金瓜石的部分我們有黃金博物館 然後金瓜石我們後來去挖掘它的歷史 就是它其實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在東南亞地區有非常多的戰俘 其實送到這個金瓜石去挖金礦 所以很多人很多戰俘是死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把這一段歷史挖掘出來 去把那些當年有一年 我們邀請了一個澳大利亞的記者 非常感人 那個記者的爸爸就是當年的戰俘 他在樹立的紀念碑裡面找到他爸爸的名字 來 所以這個除了九份以外 金瓜石也是一個很好的可以參觀的點 那另外在北谷地區有一個最早的戲院 叫做生平戲院 我們讓他再到當年的景觀把它修復 而且是讓遊客免費出去看電影 這樣的一個字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台灣 我們要賣什麼給外國人 賣什麼給外國人 所以我們開始下一個 我們就開始包裝一些比較有特色主題的 比方說登山的 還有我們台灣就希望變成是 像愛國東西部那邊有很多的婚紗的產業 對不對 我們其實台灣的那個派婚紗是很有名的 所以很多國外來的會到台灣來派婚紗 像日本 因為相對來講價格又便宜 然後每一個人都可以拍得非常的英俊 非常的瀟灑 女生呢即使是愁巧也可以被共犯 所以很多人來台灣派婚紗 所以我們在有些地方去塑造 那個台灣是一個派婚紗度約的好地方 我們也有舉辦阿里山神戶下的婚禮 我們在北海岸也有個婚 有一個婚紗的一個廣場 讓很多人在那邊派婚紗 然後對於我們英法族來講 對於鐵道的懷舊之旅 然後我們台灣的原住民的部落的旅遊 還有客家文化的旅遊 像這幾年的台灣原住民部落的旅遊 其實我應該要大力推薦一下 其實現在透過原民會 透過這個我們觀光局 這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努力 很多的部落旅遊都是體驗型的旅遊 而且我覺得是最重要的是 學習到原住民文化的這個 對環境的保護還有對生物的一個尊重 像梁州花蓮有一個奇美部落 他會帶你去補 用他們原住民的方法去補蝦 然後告訴你 告訴你這個教你怎麼狩獵 怎麼做陷阱 然後教你怎麼做原住民的風味餐 石頭火鍋 類似這些都是體驗型的 讓我們都市人也認識這個原住民的文化 也學習到他們的一些傳統的優點 好 下一個 好 下一個 那我們早期常常出國旅遊的人 每次到海外去都會覺得說 哇 這個出了火車站 他們的這個遊客服務 他們的景區的接火 甚至也就是說 我們以前台鐵的行李箱都很小對不對 那你如果去歐洲 你會發現他們都是很適合放大型的行李箱 然後即使是在火車站 你的行李箱都可以寄放都非常的方便 然後你可以去很多的遊客服務中心 就可以買到很多的這個 拿到很多的資訊 然後也可以辦理很多的交通的 買到很多的交通的票券 而且他們的交通票券是 就是一票可以 又可以坐公車 又可以去參觀國務館 非常方便 所以每次去到國外以後 看到人家好的就會想說 那我們台灣什麼時候也可以變得跟他一樣好 所以我們這幾年就是希望讓遊客 很方便的可以來台灣旅遊 所以我們每一個地方都有 這個黃色I的遊客服務中心 有導覽牌 另外就是有一個觀光巴士 這個今天在座的同學 如果想要在台灣旅遊的話 其實也很簡單 可以上公關局的網站 我們有台灣觀光巴士 總共有89條路線 非常的方便 有很多是一日遊的 那這個是公關局在輔導的 然後下一個 另外我覺得他們講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什麼 他講人情味 人情味是台灣最美的風景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完全靠人情味 所以我們有一些 我們有這個各個車站都有 這個遊客服務中心 那沒有車站的地方 沒有公關局管理處的地方怎麼辦 所以我們開始就弄這個借婚站 借婚站有可能是麵包店 有可能是派出所 這個我們的派出所呢 其實台灣的派出所我覺得是最友善的 像花東地區的派出所 你騎腳踏車 你的腳面壞了 或者你要加水 都可以到派出所尋求服務 那這個借婚站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只要是你願意來加入的話 這個給客人方便也是給自己方便 比方說現在我們同一些 Sever Relay我們或全家 都有可以上廁所的地方 那我們去上廁所的時候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總會跟他買一瓶水買一杯咖啡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是利人利己的事情 那我們就運用這樣的一個道理 就是在有一些比較偏僻的地方 我們去找願意跟我們合作的商家 變成是我們的借婚站 所以這個人生地不守 就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做 下一個 那我們有這個觀光資訊網 還有這個call center 就是免復會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座的同學 如果想要去旅遊的話 可以上可以把這些免復的電話 下一個 然後這個也是台灣好行 也是就是說讓台灣更方便的 遍地遊客的這個一個措施 最重要的 我不知道台灣好行 你們有想到 你們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嗎 台灣好行 如果你解讀是什麼 台灣好行 好 好 好流行 不是 好旅行 對 台灣好行 就是台灣好旅行 好方便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比方說我講你很行 對 所以這個台灣好行 就是有那樣的意思 希望台灣有一天會變得很棒 所以這個也是我那時候去日本旅遊 我就發現說下了車站 他們就很方便 要去什麼景點什麼景點 都非常方便 但是我們過去台灣的客運 是為當地的居民而服務 不是為觀光客而服務 所以我們的以前客運站 就是你居民要去哪裡 他的路線的設計 所以過去從高雄要到屏東的話 你如果做一般的客運的話 可能要走四個小時才會到 因為他沿途要停很多 他要接送居民 可是這樣是不符合觀光的需求 所以我們觀光局就特別做一個 台灣好行的這樣的一個規劃 就是福島客運公司 在初期就是從台灣的高鐵站 可以直接到墾丁 可能只停一站 從原來的三個鐘頭 四個鐘頭 可以縮小到另外一個鐘頭 那這樣客人就會願意來做 然後比方說要去日月潭 就從台灣高鐵台中的烏日站 就直接一站就到這個日月潭 那就是怎麼講 就是說希望讓客人方便 那客人方便很重要的就是說 旅行社你參加旅行團 旅行社的安排的行程 有一點風險 就是說旅行社他會價格競爭 所以這個他都 這個行程的路線 他可能是從歷任來做考量 但是現在的這個旅遊的趨勢 是客人希望輕鬆自由行 我喜歡去哪裡 我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些大眾運輸的配套 自由行的客人是寸步難行 那如果要讓台灣的旅遊走出 另外一個新的境界 就一定要符合現在的趨勢 就是要配合自由行的這個旅遊的趨勢 要讓大家旅遊的越方便 所以台灣好行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概念之下 應運而生 下一個 所以下一個有錢再看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好行 第一年的時候只有76萬人達成 到去年這個搭乘的人數 已經超過400萬人次 而且65%都是這個外國人 然後公安局呢 他們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結合好行 在有所謂的台灣好玩卡 就是你可以去買這個台北的好玩卡 彰化的好玩卡 台中的好玩卡 他就是有結合這個時數 還有包括購物 你都可以利用這一張卡 一卡玩到底 但這個好像知道人不是太多 所以好像還有在推廣 所以他現在那個錢有北北基的好玩卡 中台灣的好玩卡 台南有 還有高平有 還有台東跟依賴 這個地方都有好玩卡 謝謝 那我們怎麼樣讓台灣的這個品質更好 謝謝 那我最大的一個感觸是 就是我這個有一年有機會去上課之後 我去那個義大利的一個小鎮 結果我們一個公務員 我們待遇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就挑了一個很小的浴館 但那個小浴館呢 包括浴室是一體成型的 但它就是讓你感覺 雖然很小但是很乾淨 這個很乾淨 而且是麻雀水小骨障俱潛 那我覺得台灣除了觀光飯店 大飯店以外 其實我們也應該要發展 這樣子的這個安全乾淨 這樣的租住設施 所以我回來以後 那我們有一次公關舉辦自強活動 我們就去阿里山旅遊 那因為我是這個報名比較晚 所以我就拿到了一個最差的房間 因為那個國民旅社 她那個阿里山相公所財務困擾 她好幾年沒有整修 然後那個牆壁都斑駁 然後那個浴室也是 最可怕的是那個紗窗 我本來要開紗窗 關紗窗 結果一不小心碰到 那紗窗就掉下 那我就心裡想說 然後我就看到很多香港的朋友 也住在那邊 那我就覺得說 哎呀我們真丟臉 為什麼我們住宿的這個環境這麼的差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有一天我們是不是可以來幫助 我們有豪華的飯店 那我們也應該都有這種小但是乾淨 給客人安全 給大家都大眾化平價的這樣的一個館 所以那時候我們立正的一些長官 他們就很支持我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後來就有所謂的 一般館館的品質提升計畫 就慢慢的就是說補助他們一些規劃設計會 所以讓他們有意願來接受證明的輔導 在整個裝潢 比方說像這種旅館 像右下角的這個旅館 大概當年就是他們找這個 好像民產大學設計器是不是還滿有名的 然後他們就找民產大學設計的學生 來設計這些客房 一個房間只要1600塊 就是當年 我現在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如果是2000塊的價位 我覺得我們一般人都是可以 覺得可以足得起的 所以就是說這個慢慢的一步一步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辦理旅館的評鑑 然後下一個 那這個我們就開始就是覺得說 那我們台灣的旅館要跟國際來接軌 所以我們要辦民產的評鑑 那我們過去是梅花等級評鑑 因為過去因為我們沒有用心 因為當年的政治的環境 五星好像很敏感 所以我們就用梅花 那有一年我去馬來西亞 我去拜會那個馬來西亞的 我陪我們的局長 我那時候還是組長還是科長 我陪我們的局長 我們去馬來西亞開華商旅館會議 然後我們去拜會馬來西亞旅館的局長 那他就問我說 你們有沒有辦理旅館評鑑 而且因為馬來西亞當時沒有 我說有 我們有辦理旅館評鑑 但是我們是用梅花 他說你們為什麼用梅花 我說因為梅花是我們的國花 我們驕傲的講說梅花是我們的國花 結果這個局長非常幽默 他說那我們馬來西亞 我們馬來西亞我們評鑑的話 我們應該用Coconut Tree 一顆椰子樹兩顆椰子樹 來收明這個旅館的等級 但是其實我們做很多的符號 必須是用國際的動員 所以我們其實用梅花 很多人看不清楚 這個梅花代表的是什麼意義 所以當我接這個局長的時候 我就想我一定要讓他跟國際接隊 所以我們就採用了新極的旅館評鑑 那因為那時候不做也不行 因為很多地方政府非常熱衷這個光光的發展 所以那時候宜蘭他們也要自己辦評鑑 那他們想要做什麼 想要用什麼來區別呢 宜蘭給你們採摘看 宜蘭他們想要用什麼 我們以前台灣有流行的一句話就是說 台灣怕土豆 自己的古山土怕不夠 有沒有 他們想要用龜山島 因為他覺得龜山島很特別 用龜山島 一個龜山島 兩個龜山島 三個龜山島 來講這個旅館的這個 那我開玩笑講說 那屏東怎麼辦 屏東就用蓮霧的 一顆蓮霧 兩顆蓮霧 三顆蓮霧 所以那時候是 我們覺得光光局應該要來做一個 來做一個統合 應該要跟國際接隊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台灣已經有 因為這個是不是強制的 所以台灣的旅館大概有三四千家 但是有四百多家 有接受這個旅館的評鑑 下一個 那我們這幾年呢 我們的民宿 台灣的民宿非常有特色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很好的主人 台灣人很熱情 台灣人很引力向上 台灣人就是因為這個 教育水準也比較高 有很多的民宿的主人 是去走過全世界很多的地方 所以他們有一份理想 來經營他自己的民宿 所以台灣有一些民宿 其實是非常的精彩 那民宿的主人就是最好的 在地的旅館的剛剛在 他可以介紹 好 下一個 好 下一個 那台灣的這個光光業 是一個人的服務業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把這個 要把人的素質提升 所以我們當時有開辦了 光光經營這個訓練 就是派甄選然後到海外 去接受這個訓練 量受主題的樂區 他們就到迪士尼樂園 去迪士尼學院 就去接受這樣的訓練 好 下一個 那剛剛講的是 只是政府還有包括民間的業者 做的一些案例 只舉一些例子來講 就是我們透過這些努力 希望把台灣的光光的品質 把它提升 好 下一個 那我們怎麼要讓世界的人 知道台灣 知道台灣的好 所以我們就開始就是 要建立台灣光光的品牌的意向 然後開始要去爭取新興的市場 像馬來西亞 印尼 越南都是我們的 馬來西亞算是比較成熟的市場 像印尼 越南 菲律賓 這些都是泰國 這些算是比較新興的市場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用一些活動 來增加他們的曝光度 我們在2000年前 我們台灣的這個 出廣的觀光的logo 我們用的是孔子周遊類國 這個孔子周遊類國的那個logo 那我們2000年經過調查 發現就是說 這個來的觀光客 對台灣印象最深的 是覺得來的人非常友善 還有我們的美食非常好 好 下一個 所以呢 我們當年的這個公安局的logo 就是台灣公安宣傳的logo 是這個台灣Toucher號 就是說台灣是可以感動人的地方 然後你們看看這個 這幾個字 TAI.WAA 你們知道它是用什麼寫的嗎 它是用毛筆寫的 那為什麼這樣寫 你們有沒有看出一些訣竅出來 這個T就好像一個房子 然後A跟I是兩個人 這個我們當年有一個動畫片 就是A跟I這兩個人碰在一起 然後A是這個主人 他就邀請那個I到他家裡 就兩個人坐下來喝茶聊天 然後Touch你們有看出來什麼嗎 手握手對不對 就是握手之後兩個人 A M就是兩個人就坐下來聊天喝茶 這代表台灣的人情味 當年設計這個logo的時候 我們都很喜歡還有一條歌 每一次聽完都覺得自己很感動 台灣Toucher號好 但是呢我們用了十年 下一張 用了十年呢 有很多老外就跟我們講說 你這個Touch your heart 那個文法不對 應該叫Touching your heart 那也有人認為這個 就是有很多人給我們意見 不過最 所以我印象最深刻 最有意思的是 有一次那個心臟外科學會 他要到台灣辦一個國際會議 然後那個主辦單位就來找我 他說你們這個可不可以給我們運用 我說為什麼 他說這個 這個是Touch your heart 很符合這個 跟我們這個行業非常相關 心臟外科是什麼 有一天到晚跟人家開心臟 那一天到晚在摸你的心臟呢 所以他要 他開國際會議要用我們這個logo 這個是題外話就很好玩 但是因為 因為這個logo 他其實是要解釋 大家才知道 所以我們覺得呢 要從外國人的眼光來看 所以我們當時呢 就去找出台灣的核心價值 就是外國人覺得台灣很好的 比方說我們是24小時的服業車 晚上也很安全 我們有24小時的書店 成品書店 我們的生態文化 然後台灣是腳踏車的製造王國 我們希望台灣有一天 是自行車的騎乘王國 然後我們的音樂 我們的小鎮文化 我們就經過這些元素好像有 所以我們就希望新的logo 可以延續我們這樣的一個精神 然後再加入新的龍型牆 所以這個是我們新的logo 就是不需要解釋 然後它是一個比較現代的 比較愉悅的 然後講出我們的夢想 就是我們希望台灣變成老舟之心 the heart operation 那延續也來個hot 好 下一個 好 下一個 那剛好我們台灣的地理位置 也是在亞洲的中心點 所以用這樣的 好 下一個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這個圖騰 那這裡頭呢 有我們的原住民文化 有美食 有生態 有我們的茶藝 有我們的這個建築 有我們的燈會 有我們的這個建築地標 建築地標 好 下一個 我們總共配合這個 我們要推廣的主題 總共有六顆心 有美食的心 浪漫的心 購物 跟不同的主題來做推廣 我們推出來的slogan 就旅行台灣就是現在 好 下一個 所以我們開始就拍了一個 Mind4 Island這樣的一個宣傳影片 在當時點閱率相當的高 下一個 然後我們開始去推廣 這樣的一個新的logo 在馬來西亞參加旅展 下一個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 雙指星的那個連接到 開始就整個佈置台灣的天燈 我們新的logo 這舉例而已 下一個 然後我們新意象的一個表現 下一個 我們也把這個logo包成 這個巧克力 在很多的旅展 做giveaway 下一個 然後我們跟國家地理品道合作 來做送品牌 下一個 Discovery 封台灣的這個合作 結論的合作 下一個 這個是我們為了要 來開闊這個高登的市場 所以跟Wall Paper雜誌 各位有沒有看得出來 這個廣告非常有名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是哪裡嗎 台北對不對 101 你知道它那個是怎麼派出來的嗎 它完全是用盤子去推出來的 那這個攝影師當時是 應該講在攝影界非常有名 那我就說 他為了要做這一個 他要拍101 他要帶設備到那個象山去拍 那他從飯店坐計程車出去 結果就把護照跟一包東西就放 然後就丟在計程車 那那個攝影師是全世界很知名的攝影師 那他心裡想說很倒楣 不是很倒楣 就是說 就覺得怎麼運氣這麼不好 把那麼重要的東西丟在計程車 結果隔天 隔天早上一早 飯店跟他講說有計程車司機 把你的東西送回來歸台 哇他簡直是高興到不行 那我自己也講說 我們公安局運氣也很好 就因為他這一段的經歷 他就對台灣更留下更美好的一個印象 往下移動 所以我就講說天助自助者 只要有你努力 老天也就會幫你的忙 然後這個是我們跟美國公事合作 這個他幫台灣做了很多的專輯 然後這些專輯 在美國都得到很多的獎 下一個 然後我們跟電影合作 我想大家都來看一下 這個奧斯卡金像獎的他的導演 怎麼樣來推薦台灣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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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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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